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举呢 是冲上了21000点 目前美国三大指数均是创下了过去历史上的最好成绩 那么在其他方面呢 黄金价格轻微下跌由于股市的上涨 另外石油价格目前维持在54美元左右 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一个热门话题呢就是现在是股票还是外汇 哪个更赚钱 哪个更容易 我们知道呢 在国内啊 应该说投资者最喜欢的产品呢 毫无疑问 排名第一的就是股票 当然房地产也算 但由于房子每一次出手的时候的价格实在太大 因此呢 绝大部分投资者还是喜欢把股票作为他们的第一选择 而外汇和黄金呢 则并不是非常的常见 那可是呢 到了国外 比如说像澳洲呢 却刚好相反 股票做的人的确是多 但是来回做的勤的人却并不多 反倒是像那些衍生品 比如说像外汇 像黄金 这一些呢 很多散户都会去接触到 那的确我们知道 在不同的国家情况是有所不同 但呢 就是就我们华人而言的话 我们都知道我们华人不论在哪里 都是非常勤劳 非常勤奋 所以在投资上的话呢 也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任何人 以这个投资比例来说 几乎在国内是人人炒股 可能大家都还记得 在2015年巅峰时期啊 曾经呢 几乎坐到了路边 连卖茶叶蛋的老太太 他都说自己是有消息 让大家呢 去买他的茶叶蛋 可以告诉你一点股票的小道消息 那么在那种全民炒股的热潮之中 像这种疯狂的年代 想必大家现在还是依稀都有一些印象 那为什么在国内这个股票却如此流行呢 主要原因就来自于两点 第一是由于在国内做股票的手续费 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交易成本 非常之低 你不要说你是大户了 就算是一个中等规模的投资者 如果是十万以上的 通常呢 你拿到的这个交易手续费啊 也是低至了万分之三至万分之五 那第二点原因呢 就是由于这个波动比例 我们都知道在国内呢 虽然它有这个涨跌幅的上限 只能每一天只有10% 但是呢 我们知道虽然它这个涨跌幅是设置了限制 但是国内股市的波动啊 还远远超过国外任何一个国家 像其他国家并没有这个限制的 每一天的波动也只有一个1%到3% 撑死了 在国内呢 很多股票动辄就是连续涨停 或者是连续跌停 所以说 像这种情况的话呢 正是由于这两个原因累积 一个是交易手续费低 第二是市场波动大 导致呢 这个投机性的机会非常之多 也是很多投资者呢 纷纷涌向这个股票市场 但是这个情况一到了国外就发生了变化 我们举个例子 在澳洲 股票投资虽然你可以当天来回进出 还没有T加1 在澳洲是T加0 也就是说当天你买了 当天就可以卖掉 但是 由于这个手续费的事情呢 最少的需要千分之一 多的呢 则达到了千分之三到千分之五 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使得这个和国内相比啊 来回买卖的交易成本是高了 最少是高了三倍 多的呢 甚至于高出了十倍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 在成交量上就会大打折扣 由于买家呢 同时要考虑我在卖出和买入股票时候 所需要负担的这个手续费 因此 就很难做到短线的来回炒作 所以说 很多人把股票呢 就做成了一个中长线的投资 而在另一方面呢 由于制度的完善和金融相关法规 为了配套齐全 像一些衍生产品 比如我们经常说到的外汇 黄金 石油等等这些产品呢 则在国外相对于比较流行 其原因呢 也正是像国内股票一样 第一 手续费低 平均成本呢 都控制在万分之一至万分之三之间 第二呢 也是因为这些产品是24小时交易 波动时间久 而且波动的率比较高 使得呢 很多投资者呢 可以用少量的资金 从事那些短期的投机交易 所以说 不论你在国内做的是股票 也还是在国外做的是外汇 黄金和石油 其原因 究其根本还是一样的 第一就是呢 操作便宜 第二就是机会多 所以说呢 你真的要说 哪一个产品好 我们还得分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人群来说 但可能有的投资者会说 那么你跟我说了这么多 我到底是买股票好呢 还是买外汇黄金好 哪一个更容易赚钱呢 虽然这个问题我相信大家脑子里都会有 但是呢 我要说的是呢 如果你是这么想的 那很可惜 我要说的是呢 你可能呢 很大程度上来说 应该是这个想法有一些差错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知道呢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投资是容易赚钱的 任何的投资都带有风险 所以说 你不能保证所有的投资都是能够赚 除了这个银行的定期和你买国债 其他所有的在金融市场里面都带有一定的风险 那么在都带有风险的情况之下 很多人可能会去投入那些波动率比较大 看上去比较容易赚钱的产品 可能大家信奉的一句话呢 就叫做高风险 高收益 可是我要跟你说的是呢 这句话你应该反过来读 就是在高收益的背后 往往蕴含着呢 是高风险 所以如果你想赚大钱 你就要做好准备 你有可能在一天晚上时间里损失会比较大 你不能永远只看好的一面 你不能永远是吃肉啊 你不能吃不吃馒头皮啊 是吧 所以说 我的意思是说 在这个金融产品里面呢 并没有哪个产品特别容易赚钱 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反过来问 在这些产品里面 哪一个你相对来说比较熟悉 哪一个产品适合你的作息时间 或者说哪一个产品适合你的预期投资回报率 所以这些问题如果你能够回答的话呢 相信你可以在这万千种产品中筛选出来 适合自己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要说的 今天不要去找那些看似能够赚大钱的 我们要找的是一个适合自己的 适合自己作息时间 适合自己呢 能够承受的风险比例的产品 这个才是我们在金融市场里面 需要挑选产品时 首先需要考虑到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要说的一个交易产品 今天说的是中国的A50 那么从这幅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呢 A50产品呢 为什么说它 我们知道呢 中国的A50指数 应该说在世界主要国家里面 是目前唯一没有出现大幅度上涨的 虽然呢 是在去年的12月份的时候 曾经一度是从这个9400点 是涨到了10700点附近 而且在两周之前 也是再一次测试了10700点的关口 但目前始终没有突破 那换而言之 如果在未来的走势中 10700点能够得到有效的突破 那我们相信中国的A50指数在今年 将会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你不能说翻倍吧 但是至少10%到20%这样的稳定收益 很有可能在冲破了10700点之后 在未来的12个月中可能可以实现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推荐大家重点查看的产品 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它是从10700点有所回调 目前的支撑线大约是在10400点附近 所以说 如果这个支撑线被打破 那么它在短期内可能还会进一步 向下面的支撑位10200点附近前进 但是我们只要注意 什么时候它能够冲破之前的这个双头 也就是10700点 那么中国的A50指数 未来必将会有更远的前进 那您可以在我们GoMarkets的平台上 找到中国A50的产品 最后 投资者今天需要注意的事件 是晚上时间8点30分 首先是英国的建筑业PMI 然后是到了晚上的12点30分 加拿大的GDP数字和美国的首次失业金申请人数 所以今天晚上对于英镑 加元和美元来说呢 波动可能相对会比较多 那感谢您收看 今天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